如果你每次炒牛肉 不是一锅汤 就是又老又柴搅不动 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去试一下 炒出来的牛肉又嫩又入味 还特别下饭 首先怎么买牛肉很重要 炒的牛肉尽量选掉浓或者里脊 切片也要越薄也好 切好后加胡椒粉 生抽和蚝油 不用加淀粉 直接一起抓拌均匀后 封上冷油即可 料头就是泡野腾椒和蒜末小米辣 然后热锅放菜籽油 油热先将料头下锅 再搭配点蒜苔丁 加小半勺盐 一起翻炒个一分钟 炒出料头和蒜苔的香味后 倒入牛肉 由你家炉炸的最大火快速发散 重度要快 温度要高 炒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分钟 将牛肉炒的边色炒熟 还不出汤 出水 最后拧点酱油 继续再翻炒个五十七八下 就出锅 下次炒牛肉你就按这个方法做 不管是配香菜还是配辣椒 都一样滑嫩好吃 绝对不会翻车